今天晚上把家里的肉都吃了 之前买的M9还没有吃 晚上做做烤肉 然后把菜啊什么的都烤了 要不然回家之前那些东西吃不完 又要得放好长时间 这块肉还是不错的 虾肠 嗯 嗯 嗯 嫩嫩 好香 这段评论里边我看有人问说 我跟野哥吵不吵架 其实我们也吵 是吧 嗯 大家也吵了 这是炒的比较少 基本上不太能炒起来 就比如说昨天吧 昨天就炒了一下 野哥生气了 哈哈哈 因为 因为我洗衣服 然后又没有看水洗标直接给烘干了 把他那个衣服又给轰缩了 就一般野哥买衣服都是那种 就一件衣服穿好多年的那种 如果要是护一件衣服就直接就废掉了 给野哥心疼坏了 然后野哥就生气了跟我吵架 他怎么跟我吵呢 野哥跟我说 你生活能力之差令人发直 哈哈 这个小笑 因为确实也是我的问题 嗯 那我的问题我又承认对吧 我下次注意 哎呀 吵不吵 如果要是我生气了 我要跟野哥吵 那野哥就会说一句 嗯 你这怎么说 嗯 你就侮辱我吧 哈哈哈 他也不说侮辱 他说侮辱我就成心大事 对不对 你就侮辱我吧 然后我就 我听过这句话我就觉得 哎 感觉他挺伤无奇的 然后就 就不会再吵了 养个人生活呀 咱们俩有点小小的 嗯 没不了 太生气 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就说过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俩谁都不能原谅对方的一些缺点 不是说缺点吧 就是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是我 就是原则性问题 对对对原则性问题 就是在原则性问题之外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然后也不至于说犯特别大的气 当然也有真的生气的时候 真的生气 吵过了就过了 也不会记仇什么的 吵过了吗 我觉得还是得 嗯 想一下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吵 然后避免以后同样的问题再吵 这样以后就吵架越来越少 开始都会有磨合气的 还是得找着这个问题跟着来的 嗯 就是父母那辈的 就他们可能吵架 然后吵完了和好 这个事就过去了 就不会去探讨说我们为什么吵架 然后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去避免 就少了这个环节 是吧 和好的前提呢 是双方对这个问题啊 有了同一个认知 对啊 就共识了 还有一点就是想跟没有结婚 或者还没有男朋友的姐妹们说 就你们找男朋友 就是尽量还是要找一个 跟自己过着舒服的人在一起 就有的人可能 开始就被外表所迷惑 比如说觉得人家条件不错 长得好看啊 或者是有什么就仰慕的地方 但实际的婚姻 其实就是生活的琐碎 你在这些琐碎当中 能不能就相处得很舒服 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 比如说你刚开始 你们契合度就是百分之七十八十 那你结婚之后 其实磨合的地方就很少了 但如果你就是从二十的时候去磨合 那真的是挺难的 累 对就特别累 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他错 或者是你错 就是不太合适 就不断的在一个妥协当中相处 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心动的人 或者是喜欢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真正能在一起生活的 其实不算多 是吧 其实之前我出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怎么能帮助伴侣 改掉一个坏习惯 然后底下就评论说 好的亲密关系呢 是不需要让对方去改变的 就是让他一直去做自己 其实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就是你可以不改变对方的性格 或者是他的一些爱好 比如说他就性格内向 你不能说他让他变成一个外向的人 或者说他喜欢喝咖啡 你就不让他喝咖啡 这样是不对的 但如果说这个人他的一些行为习惯 造成了你们两个相处过程中 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 比如说他就是有一些坏习惯 他不洗澡 或者是他袜子乱蒸 然后那个家里边的家具随便乱放 我觉得这种问题 你就是要去有一方去妥协去改变的 如果说这个商量不来的话 那你说在一起干嘛呀 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还不如一个人生活呢 对不对 所以有些问题 相处不得劲的地方 你就是得说出来 你就得让对方知道你不舒服 我觉得如果他要真正爱你的话 他也会试着改变的 他也意识到这种事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对 你今天我发现 他今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厨房好几个柜门 都是打开的 是吗 我早上起来就会发现好几个柜门都打开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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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野哥 成人错 我成人就特别快 根本就生不下来起 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成人错 我这个事呢 能求现你得 认为他这个是错的 就比如说 我忘了忘了忘关贵贵的事 可能就是罢了 但他确实是不对 但也很错 但是呢 咱也不能委屈出人家 好吧 如果说 你原本这个事没错 那最发现我这个是错的 那可能对某些事情都大 嗯 就得商量 这个时候就得商量 总光是错的 因为你的潜入是你的对 不是错的 对 那么就非常有可能再次犯罪 对 从而造成这个再次吵亚主的 就切头 哎哟 咬咬 蜜瓜呢 蜜瓜特别甜 已经甜到贝了 这个瓜皮这儿都是甜 这个瓜皮 没有任何具体 就是稍微贵小 这是再喜欢皮 但真的好吃 今天日常就录在这吧 大家也早点睡 花蕃不错